大家好 然後很開心就是今天的 我的漂流預見的 就是電影計程會 然後跟我的開幕在同一天開始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影片 其實這個影片就有做了 從2012到2012其實做了五年 對我之前都拍劇情片 這是我的紀錄片 花了蠻久的時間 然後其實是2012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高雄美術館 他們找了台灣原住民的藝術家 然後到新克里多尼亞 法屬新克里多尼亞的七胞蠻麻糬的組成 然後那時候他們想要找一個導演去記錄 那個就是原住民藝術家的那個交流的過程 然後順便可以拍一下那邊的原住民 卡納克人的那個就是紀錄片 然後他們想說要找一個原住民的導演 用原住民的角度去看這樣 然後我就接到電話說要去法屬新克里多尼亞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那一個月 我完全沒進入出法屬 然後就是我想說 南大尼亞 喔好那大概 因為我知道那邊要有 雷劑啊土花路啊 你的想像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說 欸我們看過你的第一部電影 越來越快要認識嗎 然後希望你來拍這個影片 所以我那時候 那一個月出發前 連這個谷子都不會念 然後又有上網找資料 可是他沒有不管他講法 然後那邊還是一個 上網查一個觀光的神秘 然後重點是他比台灣貴 對然後我就想說法屬法屬 然後我就到了那個地方 然後其實第一天很 就是我去的時候 第一天很累的是 欸我看到裡面的那個 就是原住民卡納克人 然後我們那時候一起家 都叫我們黑黑朋友 對我們也很黑啦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比較起來 可是因為其實我們覺得就是 長黑朋友就是一個很親切的感覺 對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像台灣的原住民卡納克 然後我就覺得 我第一次去 我覺得沒有一波感 我覺得很有信心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欸 然後我就那時候去拍了那個影片之後 回來我想說 欸我是不是 其實因為我發現那個地方 跟原住民碰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 我那時候只有去渡視他們的首都 然後看到就是 他們沒有渡視的問題 又渡視的問題 然後可是呢 他們是 人口在他們那個島嶼的 卡納克人的住民站 到一個50% 然後我們台灣的住民站 台灣的2% 我們弱勢好像很正常 可是他們在60% 他們還是弱勢 對等於他們的問題 他們遇到的 文化衝擊跟收入 都是我們的放大版 然後其實會有一種 一種很熟悉 然後想要去記錄的那個感覺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拍影片 我喜歡用 台灣的太平底式的方式 我想說 欸那邊有很多 音樂都是雷鬼 然後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喜歡雷鬼 我想說 欸那這樣子我可以 因為台灣的原住民的音樂很強 我想說我帶台灣的原住民 去跟他們 遇見我們去旅行 去交流 來看看可以發生什麼樣的火花 然後用這樣的故事 來去表達我想講的東西 其實整部片子好像很輕鬆 可是看完的時候 其實 其實 呃 我們會 更怎麼講 就是其實這整部片子 講的是大家的自我認同 對 然後 大概是這樣 然後等著等下 我們的那個 主角上呢 我在一一的分享 然後前面開始 我覺得好像同學會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 他們上 就是音樂人間都非常的熟悉 雖然已經有一兩個沒有見面 大家看到影片 就會回想到 之前我們去旅行的那個過程 然後這個片子也做了很多 然後終於有 就是 呃 開始有一個 呃 我會有一個電影音樂會 就是放電影跟 呃 放完電影之後 我會 我們的音樂人會有表演 那其實 上片的計畫 我們其實現在在提起的故事中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片子 很能代表 台灣八個種的蘇果旗 所以我很希望他可以 就是 你也趕快的 就是可以讓 台灣的人 可以看得到 謝謝